白月范兴即将上线,白鹿邪实力男主及强大配角团,粉丝期待满满。 这部剧名为白月范兴,由实力派导演朱瑞斌指导,原著作者星灵担任编剧。 该剧改编自星灵的小说《白朔上神》,讲述了将军抚妖女白朔为了报恩而决心修仙, 她在寻仙之路上意外救助了妖族大神范月。 这两位主人公从最初的陌生到后来的相互利用,再到最终互生爱意,一同踏上了双向奔赴的浪漫之旅。 听起来是不是非常引人入胜?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白月范兴的制作花絮和演员阵容,为这部剧的上演提前燃起激情。 这部剧的女主角白朔由白鹿出演,她是一位备受瞩目的年轻女演员。 以出色的古装表演和备受欢迎的作品而获得了高度认可。 她曾出演过《天下第一》、《九州飘渺路》、《天醒之路》等热门剧集, 展现出了多种不同的演技风格和魅力。 在白月范兴中,她扮演的白硕是一个性格坚强、心地善良、机智勇敢的少女,她为了报答拯救自己的救命之恩而决定修仙,然而在修仙的途中,她意外遇到了妖族大神范月,从而展开了一段跨越种族和身份的感人爱情故事。 白露的精湛演技将无疑为这一角色赋予生动的表现,吸引观众的关注和喜爱。 据悉,白露在拍摄过程中展现了非常高度的职业投入。 她不惜付出受伤的代价,坚决完成动作戏和特效戏,以还原原著中白硕的形象和气质。 为了更好地扮演这一角色,她还特意进行减肥并学习武术,可谓是非常敬业和专注。 这种敬业和付出不仅体现了她对角色和作品的热爱,还为观众呈现出了一个更加真实和引人入胜的表演。 观众对她的努力和奉献都将充满敬佩,期待能够在白月范星中见证她出色的演技。 男主角范月游备受欢迎的小生演员敖瑞鹏出演,她不仅具备出色的颜值,还拥有卓越的演技实力。 敖瑞鹏曾出演过《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香蜜沉沉浸如霜·斗罗大陆》等备受瞩目的知名剧集,赢得了众多粉丝的热爱。 在《白月范星》中,她扮演的范月是一个妖族大神,拥有无上的法力和威严,然而因一次意外被困在人界,与白朔相遇后相知相守。 她对白朔既表现冷淡又充满温柔,高傲与可爱并存,塑造出一个充满魅力和反插萌的角色。 据报道,敖瑞鹏在拍摄中极为用心的诠释范月的性格和表情,与白露之间有着出色的默契和配合,这无疑让人对她们的甜月爱情充满期待。 观众们将有机会见证这一男女主角的精湛演技,以及她们之间的情感火花,使白月范星成为一部令人难忘的作品。 除了主演,电视剧白月范星还吸引了一些实力派演员和新生代演员的加盟。 戴璐娃将扮演妖族公主苏若兰,她是一位美丽而狡猾的女妖,对范月情有独钟,却又被迫与她为敌。 戴璐娃在古装造型和角色塑造上备受观众喜爱,她曾出演过《狼牙榜之风》、《启长林天圣长歌》、《锦衣之下》等备受欢迎的剧集,展现出了多种不同的角色和戏剧风格。 在白月范星中,她将与白露上演一场女神之间的对决,这无疑让人对她们的戏份充满了好奇,期待她们的精彩表现。 郭嘉南将出演白朔的青梅竹马,人族大将军之子白岩。 她是一位严职与演技兼备的小生演员,曾经在《花千古三生三世》枕上书《亲爱的自己》等剧集中出演重要角色,因此赢得了不少观众的关注和好评。 在白月范星中,她扮演的白岩是一个忠诚善良、勇敢无畏的年轻人,对白朔怀有深厚的感情,却无法与她在一起。 她将与敖锐鹏的角色展开一场感情的三角较亮,这无疑引发了人们对她们之间感情走向的好奇,期待着这一情感线的发展。 观众可以期待在白月范星中见证这位年轻演员的出色表现。 戴斯将扮演白朔的闺蜜,人族公主云佳玉。 她是一个活泼可爱,聪明机灵的女孩,对白朔怀有深厚的友情,同时也对妖族有着好奇和善意。 她将为剧集增色不少,她的角色将在情感和友情线上为故事注入更多亮点。 全一轮则将扮演另一位重要角色,她的加入将为白月范星带来更多的视觉享受和情感戏份。 观众可以期待她们在剧中的出色表现,为整个剧情添上一抹青春活力和活泼可爱。 全一轮将扮演妖族公子苏若峰,她是一个英俊冷俊,心机深沉的男妖。 苏若峰对苏若兰拥有深厚的兄弟情感,同时对范月怀有敌意和忌惮。 她们两位角色将分别与白露和敖锐鹏的角色有着不同的交集和情感纠葛,这将为剧情增加更多戏剧性和悬念。 观众可以期待着看到她们之间的情感纷争和角力,以及全一轮在塑造这一角色时的出色演技。 这无疑将为白月范星增添更多情感层次和精彩戏份。 除了出色的演员阵容,电视剧白月范星还有许多其他引人注目的亮点。 其中之一是该剧由经验丰富且具有创新思维的导演朱瑞斌指导。 朱瑞斌曾指导过《狼牙榜之风》、《启长林天圣长歌》、《锦衣之下》等备受欢迎的知名剧集,凭借其出色的导演才华,获得了行业内外的一致好评。 观众可以期待它在白月范星中的导演手法和创新,将如何为这部剧带来更多视觉和情感上的震撼。 这一系列因素使得白月范星备受期待,观众们可以期待着在这部剧中欣赏到高水准的演技、扣人心弦的情节以及令人陶醉的视觉盛宴。 这部剧将不仅仅是一场爱情故事,还是一场关于友情、信仰和跨越种族的冒险之旅。 朱瑞宾将在白月范星中借助先进的技术和精良的制作,打造一个唯美而又惊险的仙霞世界,这将为观众带来一场非同寻常的视觉盛宴。 观众可以期待着在这个仙霞世界中,欣赏到精湛的特效、精美的场景和引人入胜的情节,感受到电视剧制作的高水准和创意。 这将使白月范星成为一部令人陶醉的作品,让观众沉浸在其中,尽情享受仙霞世界的奇妙之旅。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白月范星是由原著作者星灵亲自编剧的,这一点也引起了众多原著粉丝的高度期待。 原著作者对自己创作的故事和角色有着独特的理解和情感投入,因此他的亲自编剧将有助于更忠实地还原原著中的情感和故事情节, 为观众带来更加贴近原著的剧情体验。 这也让观众期待着在白月范星中看到原著作者的创意和独特视角如何得以呈现在迎评前,使这部剧更具吸引力和深度。 白鹿主演的白月范星即将开拍,男主演实力突出,而实力派的配角团队也强大助力。 期待这部剧的精彩呈现。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